目前有一些建築物已經列入歷史建築, 但未能成為古蹟重點保護。 在九龍塘有近70年歷史的馬利諾修院學校, 就是其中一間。 由吳志敏帶大家去看看它的特色。 油紅專建築群組成, 有近70年歷史的馬利諾修院學校。 有仿哥特色的拱門設計。 加上由石仔砌成的小路。 亦都有木製的樓梯。 還有通去小食部的地爐。 戰時可以用來做防空洞。 有畢業生就選擇在這裏步入人生另一個階段。 新娘子說選擇在這裏行禮, 除了有很多回憶, 亦都被學校古建築群吸引。 全都是用磚砌出來。 你會見到是很漂亮、很古典, 好像很有歐綠氣息。 這裏是1992年被古物古籍萬事處, 列為三級歷史建築。 除了有建築特色, 這裏本身亦有一段歷史,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, 曾經被日軍體重、佔據, 變成軍方的醫院。 校方認為這裏和很多香港古建築物一樣, 值得好好保存。 這裏周圍的建築物已經很多變更了, 但馬里諾仍然是立不倒, 仍然是保持原本的風貌。 其實是屬於我們香港人的一個集體回憶, 我們才覺得是很有價值。 校方說由於學校列為歷史建築, 就算維修都要特別小心。 香港人的其中, 香港人最新鮮的 Spider-Manute, 這裏又是屬於я屬於任務。 不足的公安的無所謂, 甚至屬於共鮮的廂 Edit-Manute, 更舊以往, 不得到